我想买一只这个小羊回去 太可爱了 今天是在巴黎的第三天 旺多姆广场在这里 旺多姆广场 刚才他们周年班最晚排队 结果还是被当在门关 这么多人排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家是排队的时候 不可以送一些吃的可送 结果人到我们就没了 这是免费的 我们这个没有买 买一个 这是免费的 这是免费的 比加尔山 但是 已经11点07了 好久了 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是我们的小车车 到那边要12点多了 一小时分钟到莫乃花园 出发啦 小刘司机第一次在欧洲开车 什么感觉 没紧张 到莫乃花园了 刚在后面挺好的车 给大家看一下 这感觉是来到了一个 巴黎成交的一个小乡村 去莫乃的家和他的花园 去莫乃的家和他的花园 这边是海队 我们买了票 刚刚走错地方了 如果你在网上提前订票的话 就可以从这个入口进去 然后一个人都没有 看我一下 这个是莫乃的房子吗 嗯 这是啥啊 这是啥啊 某种房子啊 天液的色泡泡在卧室 看下我只无毛猫的那个 但是我怎么会是不乖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餐厅 请坐我们来吃顿饭吧 你说来吃顿饭的时候肚子叫了一下 真的吗 我现在带大家来参观我的厨房 这一水的桶质 锅碗看看 做饭的心里都很好的 那个时候这个就很可爱 感觉像是以前电子一样的 感觉没有苹果 看看我的花园 这个好看 这面它的房子很高 它反面是这个税帘的这个桥 我买到了一个喜欢的火锅周边 有很多在莫奈周边 很可恶的 莫奈周边 这时候梵高和莫奈周边做的最好看 是长这样子的要和那个桂园姐姐拿 好我们走吧 这是她家的地图 这是我们刚刚参观的房子 中间是一大片花园 然后这边是她的睡帘吃 太美了 这也好凉爽 我们刚刚逛完莫奈花园 现在这里吃饭 本就马上就要赶路了 我随便吃一点也不想点太多 点了一份 网红包里还有我早上买的网红甜点可送的 我觉得莫奈的花园人气太美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角度 很多很多的景 如果不像我们这样赶时间的话 可以慢慢的逛一逛 其实我们也逛了快三个角色了吧 睡眠那部分我们逛的不够 它其实里面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莫奈的房子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池塘 我就喜欢花园 没有各种各样的花 就是千万万的 没有千万也有百万的 特别漂亮 现在这个细节 那个花开得又特别好 乱花见雨迷人眼 四月中旬到十月份 大概是它的花期 推荐大家这个时候来 就是注意防晒 然后最好是阴天 多雨的那种天气 来 反正好晒 你可以坐公交或者开车到这个地方 停车是免费的 在网上买票 可以用手机买 就可以跳过一个很长很长的队 每个人是12欧 它有个纪念品商店 里面都特别好买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逛一下 最后外面还有一个餐馆 咖啡的吃的 如果大家在巴黎有空闲的时间的话 可以来这边逛一下 非常特严肃 逛过这么多花园里面最好逛 这么高的平价 那我们就逛到这里啦 就完全出发去一下 早上的那个和颂超美 这个还挺好吃的 这优秀的气孔 在欧洲开车的老司机 疯狂超车 一路上超了100辆车 没有啊我疯狂被超 超与被超之间 还有42分钟就到了 有种我在爬地的感觉 你在爬地 在那个身爬地啊 我们到这个酒店啦 是一个连锁的 Mercure酒店 我以前在欧洲出差的时候经常住这个酒店 这个地方就是夹杂着食物的香味和羊屎的臭味 哎呀我的帽子 哇给大家看一下超级可爱的 我想买一只这个小羊回去 太刹了 还有个deck我去看一看 哇塞还有可以 哪里可以租自行车骑吗 我想骑 这边就是这个河 竟然还是用钥匙 这半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了 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 今天晚上小龙同学就睡这儿 我睡这儿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房间 一个双人床 一个day bed 惠客区域 它这个是个教堂的顶嘛 这里是云霄场 为什么这里有个这个 你睡的呀 是吧 洗手间 门口的一个 放东西的地方好大 你把东西放这里来吧 这个牛场 怎么五颜六色 这个也太傻了 这个地方做shuttle 可以去城堡上面 每12分钟一班 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路去 但是好像要走45分钟 这边有一个桥 可以看那个城堡 shuttle还没来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就是那个城堡 就在烦它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不要理我 不要烦我 快被烦死了 这边都不太轻松了 风实在是太大了 平时风也是这么大的吗 知道对观众告诉我 男生可以在这里拍专机 封面女全是不行了的 无人机都差点无法降落 我们在这家镇上 最最最最热闹的餐厅吃饭 超级热闹 我感觉都没什么人 我感觉这个地方 可能总共只有四五家餐厅 我们来看一看 有什么吃的 看不懂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 香野小三村的沙拉摆盘 怎么好看 这个吃面包吃的超开心 是不是欧洲面包的超好吃 这里面大概要10种蔬菜 对 这边还有茄子 味道很丰富 还有两种新装的黄瓜 给我想象中好吃很多 对它没有这么高期待 结果它没想到还可以 穿dressing什么的 都很高级的 这羊排为什么都喜欢弄这么嫩 中间怎么会这么嫩 好这是猪排 也是嫩嫩的 吃完了 我这个特别好吃 我觉得 采访一下 你觉得这边的羊是有自带咸味的吗 这个炒不出来 但是味道还可以 这还挺好吃的 上面焦糖的味道 小刘同学 做工略做的不错 找个餐厅 香烟之地竟然这么好吃 上面是估量果 你们直接拿人家养的 这不是 这个是香草夹 那个黄色的果是估量果 这可以吃吗 不可以吃 酒店的早饭 还有一点好 这里可以自己煮鸡蛋 它的贝克尔区 可送 这里还可以自己煎蛋饼 然后水 现在在吃早饭 有各种各样的面包 还有蛋 这是我们吃早饭的地方 其实就是昨天晚上吃晚饭的餐厅 本来今天以为会下雨 结果变成12点下雨 有点开心 现在还出太阳了 我们现在准备再去给一趟无人机 走吧 我们酒店还真的挺好的 一百多道的一个地方 早饭还 选择还挺多的 东西都挺好吃的 尤其是Castry 我们来说这个圣米西尔山 这边体验还挺好的 大家喜欢那种chill一点的 然后是结米的话可以来 我想买一只这个 太可爱了 我想买一只这个 哇 水长了这么高了 看那边好多鸟 天气好好眼啊 小的同学 再把三脚架支起来 我们两个 这儿这儿 这儿震一点 我们看这里拍了 大概一百张照片吧 小刘又被教区给人拍照了 整天有点阴下来 我怕太阳还要下雨 你今天眼睛就是睁不开 精灵女王带我们来到了半数人的城堡 是吗 我们今天来参观这个圣米西尔山 这个城堡 刚刚给小刘同学拍了一张张 就有了封面 这是干嘛的 百年做那个蛋饼啊 两条路可以上山 一条是他们的商业街 还有一条是走他们的城墙 我的天啊 走得这么走啊 我们打算先走这个城墙上去 然后下来再走那个商业街 大家一定要穿好走路的鞋子 然后带大家去上文法史课 记住来欧洲各种教堂什么 就是爬爬爬 登顶 这个还有一个山要爬 波伦再烂料堂的话就不需要 就只是根本身要爬 登顶吧 这个要带个水 我说的对不对 就这个 以前运输东西的一个地方 晚晚到下午1点钟 正好下雨了 我两个没带雨伞 也没有雨皮 还好戴了两件长袖衣服 这样结果就一路从山顶上逃下来了 人事了 人事了 我们现在要离开酒店区域了 这个地方你付费 你晚上是多少钱 9块8 好 走吧 现在这边上有一个网红取景点 晚晚小河 我们到这个晚晚小河的取景点 蓝羊的门 朋友们在这里走路一定要看地上 因为地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屎 非常多的屎 有地儿到门又是锁羊了 还有河 跟我网上看完全不一样 哇 好臭啊 哇 好臭啊 我还想能看到这羊了 只有他们的事 我们到这个网红取景点了 可是我们太矮了 看不到这个河 然后现在没有水 不想走了 回去吧 弟兄们 我们又回到巴黎城了 我们刚刚在这个parking 车停好了 这就是我们上来的电梯 一共只能坐两个人 在巴黎城看车什么感觉 真的是局部为点 巴黎城简直到交通规划的非常烂 不是它规划的没办法 这多少年了 以前都没有车 那你好歹把地上的那个线 好好清楚 也没有 我们店了一个线宝的 还蛮溜人的 就是它的配菜 给了手套 只剩下洋葱了 同些人骗我来吃线宝 我吃的我嘴吃了 还没吃饱 因为明天早上赶上飞机 所以今天晚上就住一个机场附近的酒店 Haya House 你看 最后一天回下午之前 我住在这个Haya Place 蛤 这样吗 你看两家都要住一下 就在隔壁 这个大厅好好看 这个灯真的是绝了 这里的家居都是很MCM的那种 这是我们机场酒店 我觉得这个装修的还真的挺好的 难得见的纯绿衣 照样还是和毛巾 我们这是一个镜子 就超级简单 一个双人床 哇 这个好个沙发 这个也很有意思 上面都是那个 小东西 外面是个停车场 下期更新希腊Vlog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